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跟各位交流探讨一下关于机兴演奏方面的一些知识 希望能够对大家在相当方面的研究演奏能有所帮助 那么今天我们会设置到的一个主题相对来说是基兴的 基兴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那么本事大家都从古典的出生 包括我自己也是从古典开始出生的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古典的题材里面 其实有许多的基兴的程度 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基兴曲 基兴曲原来从巴勒克开始就是包括巴赫 在即兴演奏 包括巴赫大量的程度去都是即兴他的即兴的东西 只不过他把这个谱都给记在里面就变成你的经典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当于那个时候 特别是巴勒克时代 本身是一个基兴时代 巴勒克时代 包括许多的他的这个低音 我们说的低音 都是钢琴基兴演奏的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角色是很像的 在法国有一个钢琴匠非常有名的角色 他将来把巴赫的整套作品都弹成了角色 这个非常有名的 那么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基兴本身是一个既陌生 又不陌生的东西 巴勒克时代没有注意 那么在我们研究以上的 现代意义上的基兴呢 相对来说还是和流行音乐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特别是在我们出现了布鲁斯音乐以后 布鲁斯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美国音乐的框架 特别它的基兴特点融入到了美国的民族音乐中去 产生了摇滚乐 产生了爵士 这么一个历史乐乐 那么今天我们会涉及到主要题材 包括我会演绎的示范的主要题材 包括布鲁斯 包括绝世民谣 摇摆乐 波萨诺瓦 拉音乐 创本和现在流行键盘 也就是我们纽约级新世纪音乐的这么一些演奏常识 那么今天我们是做一个抛砖影域 那么在未来 相信会有更多的机会 跟大家做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探索 那么会有更多更加棒的一些技术手法 能够展现给大家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布鲁斯 那么首先第一点 那么我们基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现代音乐里面 它的涉猎极广 不包括是爵士乐 摇摆乐有很多基兴 那么包括现在的古典音乐里面 也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 融入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激性的成分 那么最经典就是说偶然音乐 偶然音乐其实是说 从一个某种岛度来说 偶然音乐就是一种激性 它完全取决于你的场景里面 都产生任何影响 这时候就是一种激性 好 那么我们首先听到爵士音乐的一道理 它本身特别是音色 爵士音乐它有它的一个音色 比如它对于钢琴的音色比较着急 它古典的钢琴音色是希望一种比较醇厚的 相对来说 而爵士音乐呢 因为它本身的很多时候 更多的是在跟乐队合奏 所以它希望这个音色更要具有穿透力 包括小号 管乐器 你会看见如果我们是古典小号的话 它是要求圆润的声音 是不是这样 而爵士小号它会加一个特别一种录音器 让它音色特别比较沙哑一点 那么有一种韵味 所以说我们在谈钢琴的时候 在谈爵士的时候 出见相对来说是不一样的 会不一样的 里面涉及到很大的不一样特点 就我个人而言是因为 爵士本身的特点是什么 是一种律动 你失去了一种律动 你就没有这种灵魂 所以说你在出见的时候 刚才比较最有挑战性的就是 它必须在它的一串营里面 始终找到一种点 这个是 所以决定了它的出见 相对来说会有点 有点稍微的调整 那么第二点就是音刀 它里面就会有一个 介于 叫母音和还原音之间的音 也就是说 我们谷点的钢琴 比如说C调 那么在爵士里面呢 来谷C音节里面呢 它会变形的是 也就是 方 降音 五 方 十方 松 降松 这么一个棋声 那核心其实在 如果你是弹吉他的话 它主要就是 这种音有时候 吉他上面就是可以 它是可以乐过 所以说吉他往往是 有点像天舞 感觉就像五十音阶了 只不像五十音阶 加上一个 一个半音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点 一丢丢的半音 但是它带来的变化 是千变万化的 但是你听上去 你不是中国的五十音阶了 你听上去就是一个 具有一个 独特的音的功能 可以这么说 这两个音 双加就是说 只是两个音 但是呢 对音乐的本身 结构变化呢 才是很大的影响 那么 所以它让它本身的音乐 就有一种 特别烧感的色彩 就像我们的 布鲁斯本身叫做 蓝色 蓝色代表一种 那么 它本身的原理就是 非洲音乐 对音高啊 一种 与生俱来的倾向性 因为非洲它们本身的乐器体制 这个 就是让它们能够在 这个音高上面 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实验 那么特别是 当它弹到吉他时候 它们就不会按照 传统的方式去弹到它们的吉他 而会喜欢 把那个吉他音 稍微往上往上推一下 会产生这么一个 特色的一个叫做 蓝调 或者说 布鲁斯的这个 一个音乐音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音乐里面的 吉星演奏呢 是它的一个灵魂 那么吉星演奏 我们换的第一个 它采用一个叫做 主题 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和变奏 主题 它有一个 英文还是有歌的 很多爵士曲都来自于声乐作品 它有歌 但是呢 它之后呢 会加入许多 我们叫做solo部分 那么 进步换通过装饰 改变音高和节奏 那比如说 原来我就是三个音 它可以变成加上经过音 那么就是加经过音 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可以让这个旋律变得更加复杂 然后一步步的再脱离原来的旋律 变成一支全新的旋律 它有一个 由远 由近即远的过程 也就是说 由近 然后走远了 最后又回过来 它会变成一个旋律结构 所以说 对你的这个主题学律 来说是各种变奏 也就是吉星本身 它相当于一种变奏曲型 可以这么理解 第二点 它涉重于一个极性 极性 是一个极体的一个 它是一个合奏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乐队形式 有一个乐队形式 那一般来说 我们会在这里面 我们会有这个 就是 贝斯 还有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 都不是一个 基本 它在旁边也会有一个各种召 也没有问题 也会有各种召 那么如果是乐队的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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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个 贝斯 那么 那么我们提到一个我们的节奏者 左右 那么第三个它又会有这个单独即性的时候 那么主要是我们的旋律型乐器 因为有的时候钢琴它会有单独即性 那么会 后面还会有什么sax bar 小号 其实任何种乐器它都有即性独奏的一个空间 因为Jazz本它就是给你一个 创造一个空间 创造一个舞盘 让你去充分去发挥 去你想干什么都干什么 你可以叫我 我们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 就是党号我跑到台上 我突然间 我可以不可以把你的 弹成古典曲子 弹成爵士版本 完全可以 我听过任何一首曲子 我都听过它的爵士版本 你把小邦的 甚至我听过 我在国外听到一个学生 他把小邦的革命练曲曲 弹成爵士版本 他很牛逼啊 很厉害 我觉得弹得很棒 就是说 所以说 就是说 你现在他弹的任何首曲子 你都可以去变 其实就是你这个 创造的体现 可以创造的 好 那我们就 那么深入角度来说 就是说 我们在乐队里边编排 编排 它会有一个旋律成本 也就是我们高森鼠 往往是萨克斯管 小浩啊 长浩啊 然后那是节奏部分 那么钢琴 如果在一个大编制乐队里面 钢琴是属于一个 基本的节奏部分 直到一个和声支撑作用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萨克斯管 没有小浩 这些情况 当时就主角了 它就是 它既是和声 既是节奏 又是旋律 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在前面我们是进行了 那个 基本的一个 理论复杂的一个数据以后 那么我们进入到 我们的具体体材的环节 就是我们会看见 我前面说的那些具体的那些 那些 风格 那具体是怎么 把它导出来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介绍过 布鲁斯 它是一种 一种起台 也是一种表演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看到它具体的一个 特点 它来源是来源多样的 包括是什么小这个 这个 街头的赵麦克 还有劳动歌曲 还有黑人宗教音乐 因为当时 其实我们在美国本身是一个 移民的 特别是一个 黑人奴隶制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国家 那么当时的黑人奴隶 它比较痛苦 受到剥削 那么它需要一种音乐 去抒发它的这种苦难 这时候呢 它找到了 发明这些 这个所谓的蓝教音阶 然后形成了一个 对于现在后面这个 200年来 目前影响最大的 这个风格 也就是布鲁斯 包括你现在 布鲁斯 基本上主导着 美国所有的这种 音乐品种 无论是妖鼓 爵士 或者是放手 像麦克尔迦克斯 这种东西全都在 基于布鲁斯情 所以说这个 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布鲁斯他本身的结构 他的结构呢 其实布鲁斯 那么就我更容易 如果你要去进行 一根 这个 现在钢琴的 即兴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领域 布鲁斯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那么 它最基本的 它有一个很固定的框架 因为你取的 搞得很复杂 和声很多 一下子 你不好去处理 怎么处理 我不带我来说的 首先你要找到一个 可以入手的东西 所以布鲁斯 是一个很好的 处理东西 就是它很规整 它很规整 十二个小节 那么分为三个 每行四小节 它是十二 而且只有三个合选 一四五 大家就觉得很简单 那么 大家如果说一四五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是 就是这样的话 一级 一级什么 F 是不是啊 四级就是 这样D 五级就是 C 是不是 对 那么 就是它里面的十二个小节 它实际上没有固定的 就是 这是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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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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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平示範 它是固定的 就是这么般软附的 所以非常的归整 所以它容易改的 容易擀作 它有歌詞 可以唱的 如果是一開始給人唱的 第一句是重複的 就是AAB的形式 所以說每一句兩到四小節 兩到五小節 最後的四小節 往往會有這個歌詞 編成其他會加進一個solo成分 所以就是說今天有加發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具體的 好 這就是一個我們典型的 我們可以練習的 這個音樂 大家會看到有一些變音和和學 大家看出 這裡來了 這個就是變音的 裡面有一些 稍微加了一點 基本方向性的方向是 1 4 1 1 4 4 1 然後這裡變掉 1 1 變掉 我們的代理者就會代理掉 然後這個是5 然後又回到1 這個也是可以代理掉的 就是1級 4級 然後這個5級回到1級 基本上是一個結構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示範一下 我們這個曲子 應該很如果去即興演奏 你好過了 這就出來 咱們這個 給我們彈個Bruce吧 是不是 那麼我們會怎麼樣去表演 這個動作 那麼我們就隨便去編演 我們今天叫做 《少行為你Bruce》 好不好 潛不掉 那麼首先你會要有一個主題 好 那麼我們就最簡單的 阿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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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